欢迎回来 以前我们经常借用一句话 说经济 经济 经济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今天要换一下 麻疹麻疹麻疹 危险的事情说三遍 要不要打疫苗 现在在香港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马上告诉你 中华去教 有关麻疹这个事儿 其实我也不懂 最近出的事儿多了以后 然后就开始说是一开始发烧 咳嗽 肌膀头感冒的症状 官僚后面没得治的 治也没得治 然后你挺得过去就挺过去 挺不过去的你就走人 对不对 所以这事儿还蛮危险的 所以现在香港 它这样的 香港的机场工作人员 大量的划上麻疹 说明危险来自海外 好 那么现在官僚问题 要不要打疫苗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香港明报 明报的报道是说 卫生署网站也出来了 所以现在要验邪 尤其对于机场工作人员要验邪 那么香港的明报 今年居然用社论来谈论 不谈台海 也不谈投 也不谈中美谈判 也不谈北朝鲜 谈合理合度应对麻疹 不能大意 不要恐慌 这个话叫刀切豆腐两面光 两面都可以来理解 好 关联问题 他说真打疫苗是不必要的 因为很多香港人 包括现在我们很多人 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 其实身上是有这个 以前是打过疫苗的 事实上是有抗体的 那么关联问题 社交媒体 往往都是在流传了很多的谣言 增加了很多的恐慌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香港明报的社论是说 政府加强资讯的发放还是改善 所以资讯的透明度还是首当其冲 还是非常重要 好 在南华早报和明报还报道说 英国倡导 英国是说你禁止疫苗的东西 居然已经不可以在社交媒体发了 你看西方国家 社交媒体也不是都自由的 也是要监管的 但人家监管是有一个度的 德国方面 所以有可能要强制儿童要击中疫苗 所以有些政府该做的做 不能做的 还是不能做 好了